昨天,一个H型男性耍大牌的话题瞬间攀上微博热搜,数十万网友围观。 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名为史上最大牌鲜肉观察记《我很红,所有人都想采访我的》文章。 文章表露称,一个刚刚回国发展,在大陆算刚出道,但是普却白得比一线大咖还高的H型小鲜肉。 在迟到的情况下,耍了一手提笑皆非的好大牌。 该小鲜肉被人说了句像黄博,立刻不高兴换发型灯的事件,引来了网友如潮水般的吐槽。 回国发展,大陆刚出道,青岛人,但指向性很明显的H型小鲜肉的描述,让网友们把毛头纷纷纷指向前XO成员黄紫涛。 有网友表示,真是丑人多多怪,也没见着这么红,撮喝,真是什么样的人,但什么样的团队,也是够发样作死的。 还有表示,说像黄博都侮辱我们营地好不好,像黄博怎么了,人家51营地,你算个屁。 夜子的新闻中心,是好报道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。